大家要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每个人都知道枸杞不慎壮阳养肝明目的功效 说起枸杞的好 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枸杞不能和这几种东西一起吃 否则就徒劳无功了 就等于白吃 根本就无法对身体起到非常好的疗效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枸杞虽然对身体有着很好的好处 但是它是一种养生滋补品 如果食用过量 那么就会起到反作用 如圣火出现流鼻血眼睛不舒服等症状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薄弱等阳虚的人要少吃 正在感冒发烧腹泻 身体任何部分有严重的人群尽量不要吃枸杞 小编在这里建议大家 一天的量不建议过多 建议一天最多吃30克即可 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枸杞究竟不能和什么食物一起食用 一 枸杞千万不要和牛奶一起食用 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会与枸杞中的果酸结合而阻碍身体的吸收 所以两者一起食用根本无法对身体起到适当的疗效 下来枸杞千万不要和绿茶一起食用 很多人都习惯在绿茶中加入几颗枸杞味道会更佳 其实绿茶中含有柔酸会阻碍人体对枸杞营养的吸收 使人体难以消化和吸收 所以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 上午的时候可以喝绿茶 这样可以起到提神的功效 帮助一天的工作与学习 那么下午时就可以喝杯枸杞水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帮助调理我们身体的健康 除了这两者以外 枸杞也不易与性温的药材或食物一起食用 否则容易导致上火和流鼻血 那么很多人在熬煮枸杞的时候都早饭了 其实煮枸杞不易早饭 因为枸杞皮薄肉厚而且易煮烂 所以建议在煮粥或者是在做汤的时候 在最后要出锅前才放入枸杞 这样才不会破坏枸杞的医用价值 此外枸杞入菜时不要烹饪时间过长 这也会导致营养的大量流失 应该在炒菜的结尾阶段加入枸杞 炒上一会就将它捞出 这样就可以保留枸杞的营养价值了 枸杞泡水时可以放入10颗左右 枸杞泡水可以与菊花红枣一起泡水 可以增强枸杞的效果 大家在泡制的时候尽量使用温开水 这样才可以充分的将枸杞的营养成分释放出来 干吃枸杞也是可以做到养生的效果的 小编在这里建议大家睡前使用枸杞 能够有效缓解失眠的症状 不晓得大家平时都犯了这些错误吗 那么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要避开这个习惯 这样才可以有效的发挥枸杞的功效 让你不再白吃枸杞了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